以上今天我們要談幾件事情 首先跟我們今天話題還是有關聯的 就是錢學森在1951年被美國下令驅逐出境 周恩來用了11名美國戰俘來換回錢學森 在現在越來越多資訊顯示 錢學森當時其實他不想離開美國 他想在美國繼續待下去 可是美國當時的這種種種的氣氛 然後中國那邊在頻頻的招手 最後錢學森就離開了美國 這個話題是黃龍廣是不是要跟我們談一談 對 錢學森的這個案件也是在美國歷史上 也是成為就剛才我講到的 美國政府和美國各大研究機構遇到的一個難題 就怎麼樣防止中共的滲透和共產黨的滲透和防止間諜 但同時又不使他擴大化 最後導致自己的人才的流失 錢學森這就是一個被目前來說在很多的媒體上面稱 就是美國一個悲劇性的一個失誤 就是因為錢學森是1935年 由於這個梗子賠款這個問題 最後到了美國在麻省理工學院讀完了 他是學工程技術 那個mechanical engineer 那就應該是機械工工 機械工廠 對不起 這個研究機械工程以後呢 然後他後來畢業了以後呢 當時在畢業之前 他就遇到了一個美國著名的一個物理學家 還有也是這個跟導彈專家很有研究的一個叫Van Carmen 他們呢當時對他見到了看到錢學森的工作以後 是他一個不可爭議的天才 所以在他的推薦下呢 後來他就到了那個加州理工學院的那邊任職 他主要研究跟大腦有關的 當時呢我們知道這個第二世界大戰之後呢 當時大家就懷疑說德國有可能在齊特勒還有德國當中研究開始導彈 他當時親自飛到德國去 這個採訪了很多就戰後很多 這個德國的科學家研究了他們的導彈系統 回來後寫了和美國寫了很多這方面的文章很有貢獻 而且最後呢他加入了美國著名的那個曼哈頓工程 就研究核武器的這個曼哈頓工程 當然的非常的這個是一個 對美國這個科學家來說是一個人才 在1949年10月份的時候呢 就需要他當時要申請美國國籍 在申請美國國籍當時我們知道 當時這個第二次的這個就是麥卡錫主義這個開始已經蔓延的時候 在申請美國國籍就發現呢 他曾經呢在這個跟這個周恩來組織一些共產黨的一些 有一點點聯繫 而最重要的就是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時候呢 當時有很多猶太人當時對這個素埃的共產主義 產生這種幻想啊 他們組織很激進的這種共產黨 美國共產黨的一些集會呢 他可能參加過一次午餐會 就這個事情呢他當時沒有在沒有申報啊 這個事情就就阻攔著成為他們這種懷疑啊 懷疑之後呢就阻攔了他的這個參加 任何的機密工程的這個這個這個 他的這個條件啊 最後呢就不讓他參加 然後呢後來呢還把他關在了一個這個 這個Terminal Island一個島上面呢 關了15天 15天之後他就一直在打官司 就是上訴啊 就說他自己沒有這個建立案 但這個事情呢 最後他還是以敗訴 敗訴之後呢他就決定要回國 回國的時候美國就覺得說 你是這個共產黨有關呢 就不讓他回國 不讓他回國 而且呢他的當時周恩來呢 當在日德瓦開會的時候就通過跟聯絡呢 就是當時在美國韓戰的時候呢 戰斧了11名這個空軍飛行員 就拿這個11名空軍飛行員呢 終於把他換了回來 換回之後呢 這個錢學森當時在離海關的時候 當時還發現他帶了很多這種資料 帶了很多資料都覺得他是機密資料 但他的理由說這機密的都是他自己寫的 他自己的手筆 他自己可以擁有這些東西 所以沒有辦法阻攔 他就回憶當時呢 他的很多的這個 就他的同事 還有他的導師呢 就跟美國政府講 說我們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就拱手送給了紅色中國 一個大的一個導彈 他們的這個預言被證實 結果中國回去了以後呢 他當然就幫助中國的這個導彈發展 好最後的這個叫什麼 兩彈一星 兩彈一星的這個科學 最後受到了毛澤東的這個重視 文革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呢 他一直受到了保護啊 再繼續的研究中國這個導彈事業 最後呢 這整個全世界 我覺得中國是中國 都成為一個原子彈運用國 而且是中國今天的導彈這個發達 這麼發達 當中跟全學森有很大的關係 當然我們有個華裔作家 叫張學如的時候 他當時寫過這本書呢 就當然埋怨美國政府 就是由於這個對華裔的這個這個 這個防供的這個通共的閒驗 當時的擴大化呢 就導致了我們把美國一個優秀的 一個人才的送到了中國去 當然從全學森的這個後來呢 他的這個為人來看呢 我們覺得當時這個美國政府 對他的一些指控 也許還是有有必要的 因為最後在在那個57年的時候 他完全是一個一個 按說一個正直的科學家 你不應該出這種偽科學的東西 他呢當時就跟毛澤東 當時毛澤東要搞這個 母產上萬金這個發衛星的時候 他竟然出了一個什麼理論性來證實 說的是什麼一母可以真正的產生萬金 他問毛澤東什麼 毛澤東說的是 那個錢學森他有這個 我們這個著名的科學家 他有這個科學依據的 雖然他不是研究農業的 他出這種東西 而文革的時候呢 他也出來批判這些 他的上司啊 國防部的上司啊 什麼張愛萍啊 他都批評過 就受到人們的這個質疑啊 當然現在家裡面都說的 當時現在中國把他吹捧的說 他當時在美國的時候呢 一直就根本就沒有加入國籍 一心就被什麼 要想回國見識啊 我覺得這都是一種極大的一種 一種擴大啊 但是呢 這個最後的這個錢學森 最後他被懷疑和被通共 也許是這個 值得這個 值得做的 但是呢 最後呢 由於他的這個這個 處理不當呢 就美國白白送給了中共 一個這樣的人才 陳小平你有什麼評論嗎 我沒什麼評論 我只是覺得這個 聽你講這個錢學森的故事 就想的是這個 當下的啊 中美間諜戰 這是我們前面 前面話題講的啊 而且那個時候啊 啊 錢學森是這個間諜案 間諜戰中的 這個人是一個富毛麟角的人物 不像今天規模這麼大啊 那是如果美國這邊要反思這個 這些政策的話呢 實際上會連錢學森和今天那些事件 綁在一起來反思啊 這個可能是美國 我不知道美國有不能反思這些問題 嗯 倒是這個中國 把這個錢學森講的一些故事裡面 談到說什麼 美國當時海軍部次長說 錢學森一個人敵五個師 我寧可槍斃他也 絕不把他放回中國 那麼後來的一些這個 各樣的文章就是證明了 這個其實是中國當局 當時是這個這個扯得謊 當然有關於這個 中國的一些這個描述啊 官方的一些說法 我們這個必須要格外的審慎 那麼好了 這個是這第一個議題 第二個歷史上今天呢 1984年的今天 美國總統里根夫婦訪問北京 開始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美國也銷售軍備給中國 同時和中國在這個很多軍事上的合作 在那個時候啊 這個雙方關係很好的情況下 陸續開始了 陳小平先生來跟我們回顧一下吧 這個東西啊 就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悲慘的話題 這個話題呢 猶如1989年啊 天安門這個血跡還沒有乾 老布什總統派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克羅斯考克羅夫特啊 秘密坐著飛機去北京 給鄧小平撐打腰那個那個撐腰 這樣的話才有鄧小平底氣十足 出來接見戒嚴部隊軍事上代表 這個這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一個點啊 非常點我們今天我們怎麼看待一個事件 實際上那個事件跟這個里根夫婦現在做的這個事情很相同 就是說為什麼老布什在1989年這個天安門血跡媚肝的時候呢 就要派一個這樣一個人去北京延續啊 這個北京跟美國這種關係 希望不要因為這個殺人事件把美國美中關係中斷了 這個背景跟當下這個就是我們要談的里根的這個事情有關係 那麼里根做的這個事情呢 他是有承接性的 他承接是什麼 承接是這個 尼克松 卡特 這個對華政策的一個延續啊 那麼尼克松的政策呢 那就到中美這個關係的開門啊 是基辛格穿奪這個尼克松啊 把中美關係解凍了啊 那解凍的背景呢就是聯華自蘇 這麼一個背景 聯華自蘇啊 聯華中國制裁蘇聯 這就是冷戰的背景嘛 然後呢在尼克松時代呢 啊這個軍售的問題呢 並沒有完全打開 嗯 那麼這個任務是誰完成呢 是卡特總統啊 嗯 所以說這個啊 我說他卡特呢 對蘇聯持強硬路線 嗯 在某個意義上呢 也在延續 你跟那個尼克松總統的 聯華自蘇聯的一個政策 那麼呢 這樣的話呢 這卡特時代就開始有限武器 幫助中國 就有限武器扶華 就是扶助中國 他有這麼一個政策 那麼里根呢 啊 1984年就立善今天訪華的時候呢 實際上就是我們說 他是登長城之後給中國的一個獎勵 實際上是這次訪問之後給中國的一個獎勵 講了什麼獎勵呢 將繼續對華 推動對華 繼續轉讓 提升中國的防禦能力 嗯嗯嗯 那麼這個 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呢 美國從1981年到1989年 共產黨殺人的時候 嗯 一共給北京出示了六 八億多美元的這個軍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軍事技術裝備 八億多 那說不定這個 我告訴你 六四殺人的時候 那些坦克 那些武器裡頭就有美國的東西 啊 這就是這個外交的這種殘酷性啊 非常非常的啊 殘酷 這就是里根啊 幹了這個事情 那麼呢 啊 這是一個方面 就是你這個里根啊 跟中國這個出售這個武器啊 啊 他他當然他是有一些限制 就是只限防禦性的武器 不是進攻性的 跟核武器有關的 他也禁止啊 這塊都禁止 但但是里根呢 還有一個東西 他是為了一個好的主義 這個好主義 就跟克林頓 把中國拉到WTO的這個主義一樣 就是里根先生 在當年把這些武器 和技術設備 轉任給中國的時候呢 他是希望中國能夠發生 自由化的積極變化 因此呢 等於是里根先生 把這一波賣武器技術轉讓 寄託了一個理想性的一個東西 一個政治實用主義的東西 一個理想主義的方案 這是這兩個方案 導致里根給北京賣了 八億多美元的武器 就是這麼一個背景 我我我對這個事情啊 我比較了解一點 因為1984年里根總統到中國去的時候 我正好還見到他 我當時是 復旦大學二年級的學生 三年級的學生 學生正好那個里根總統 到復旦大學去做講演 講演的時候選擇了那個 100個學生還50個學生 我也被想去聽他做講演 當時大家的想法就是說 里根總統沒有這個抽象思維 感性思維很好 這樣我們在那邊表現的比較好的話 就會他對中國的印象就會好 所以我們大家都在那積極表現 而且選題目的時候 選那個回答問題的時候 我們選很多那個國際政治系的一些學生 都像陳小平一樣的比較尖銳 選了很多這個尖銳的問題啊 反對台灣問題啊 什麼東西 就全部給刪掉 最後呢選擇的問題的問 都是一些什麼很很讓人暖心的問題 說里根總統你過去在學生會時候 當那個學生會主席 你當學生會主席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到哪一天會當美國總統啊 里根講了以後已經都 他問題已經都看過了 你知道吧 所以講的這個口熱悬河 大家看到大家都很開心 但我覺得從這個里根的這個訪問 可以從兩點可以講出來 就是我可以我的感受啊 第一點就當年的這個 里根當時要訪問中國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國內的這個選民政治的需要 當時共和黨為了那個 為了達到 因為當時尼克松訪華之後 然後卡特建立中共之後 大家對中國的有種需求 有種要求 他當時因為迫於國內大選的壓力 他需要到中國去開發一下市場呀 要向中國政府示好 這當時是因為大選馬上接近 而現在正好相反 這時候六四之後九零年之後 現在是在大選之前 大家都把中國當成一個 很恐怖的遊戲 沒有人敢去這時候 像這個北京市 你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這個政治形勢的變化 再一個就是 當時的這個技術轉讓 就非常的奇怪 就是可以看到 美國這個外交政策的 這個不延續性 和他的這個目光短淺 當時呢 這個李根總統 我們大家知道 一直是被認名為 是導致蘇聯解體的 一個一個英雄人物 在這個八九年這個 柏林牆的時候倒塌之後 而且在選擇的時候 大家都說 是李根把這個柏林牆 幫助的這個倒塌的 但是呢 在遏制蘇聯方面 它很有效 但是呢 勸去用通過中國 來遏制蘇聯 所以對中國進行了 過年禁止的 這種技術轉讓 跟陳小平說的 這個軍備的 這個軍備 軍售 還有這個技術轉讓 都是那時候發生的 最後呢 就像你陳小平剛開始講的 這個綏靖政策 由於對中國的這種 這個綏靖 覺得中國又可以 抵制這個俄羅斯 或者蘇聯 最後給中國造成了 它的崛起打盡的基礎 就像當年當時 在為了抗擊蘇聯中國 在中國和包括美國 在那個阿富汗 支持塔利班呀 這個穆加哈丁這些人呢 去抗擊這個蘇聯 最後呢 都成了最後自己的敵人 所以這一點呢 也可以就李中恩的這個 訪問呢 我就有這兩點感受 劉平 好的 前幾年呢 美國宣布要賣這個 黑鷹直升機 Black Hawk 這是這個 它的續航力比較長 載重量比較大 賣給台灣 其實台灣買這個直升機啊 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要拿來作為救災之用的 因為台風 地震 需要 但是因為它是屬於這個軍事物資 可以使用於軍事用途的 那麼就像我們在這個畫面上看到 所以呢 北京當局很不高興抗議 那個時候就有人告訴這個 中國駐美大使館這邊講說 幫個忙好不好 現在都公元兩千多年了 台灣要買這個武器 美國願意賣 198幾年 美國就已經把這個直升機 賣給你們中國了 好了 這個今天呢 時間的關係 我再講一句 我再講一句 你跟總統和美國 所有的總統都很相似的一點 就在競選的時候呢 很多對這個中國的強硬態度 競選之後看到很多利益的衝突之後 都對中國的態度軟下來 里根在這個競選之前 是用通過李娜事件 這個政治庇護 一個網球隊員 李娜政治庇護事件 對台灣非常的 是台灣關係法要非常的友好 但最後呢 是他最後給中國的這個技術轉讓 和這個軍售 而且包括這個後來的布什 還有克林頓 這些人都同樣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沒有一個這個外交政策的延續性 好 對不起再打擾你了 一起往下走 是 當然是小布希總統在上這個競選 宣布競選的第一場的外交政策演說 講了中國和美國不是戰略火關關係 是戰略競爭關係 哇 這個意正詞言 結果小布希成為美國總統在任內 訪問中國次數最多的一位總統 好了 這個最後一個是歷史上今天 是這個 我一定要看一下小鈔 為什麼呢 因為長久以來 我這個學習的地方都是稱赤諾堡 但是在這個中國方面用法是切爾諾貝利 這就是這個當年當時蘇聯 就是現在的烏克蘭核電廠發生了這個意外 而且出現了很多爆炸 這個事情發生在1986年的 這個我們在東亞洲時間是4月26號 當時發生的這個問題的時候是4月25號 另一個核電廠的 因為一連串的處理失當 結果呢就造成它的高溫 然後造成它的這個爐心 還有燃料棒 還有最後的輻射引起了多少個火災 然後在這個最後就形成了這個核電史上 這個最慘的一次這個災難 那麼這個 然後呢這個 最早在國際上發現這個是出現災難的 這個核輻射是異常現象的 是瑞典 你看這個瑞典離烏克蘭已經多遠了 但瑞典當時還不知道是哪發生事情 因為過了三天之後 蘇聯的官媒才宣布有這麼一個事情 所以也失去了很多 在第一時間救援的這個工作 那麼這個事情後來這個 一直像連這個意大利 連德國 那麼這個芬蘭等國 都出現了這種輻射 然後呢這個 這中間呢 我們今天在準備節目的時候看到好多照片 我們就不忍心把這個照片呢 再拿來跟我們這個觀眾朋友呈現出來 因為現在大家看到 這是過了30年之後 回到現場 你看還是這樣這個可怕的景象 那麼這個 它不只是這個死傷的問題 還有這個輻射 所以好長的時間 當地人罹患的各種疾病 尤其是這個兒童啊 某些疾病出現的比例癌症的特別高 這都是這一次的這個切爾諾貝利 這個核電廠發生事故的後遺症 好的 這兩位有沒有要補充的 這個最大的補充呢 是我要講一點 就是說人類的一些進步啊 它不是這個購物生平的時候進步的 往往是一個巨大的災難之後的 反思和壓力導致的 那麼為什麼我要提這一點呢 就是說 切爾諾貝利核電廠這個事件呢 在蘇聯的這個轉型啊 像公開化的轉型 乃至後面的這個政治改革問題上呢 它發揮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作用 那麼就是這個 你要你要對這個事件進行調查 進行反思 要防止未來的公共災難性的事件 那麼你就需要對這個事情進行一個交代 那麼就有一種壓力 是不是這樣 那麼你就要不斷的對外披露這些材料 最好你去應對這些這些壓力 進印度這些信息的要求 最後呢就是 在這樣一種啊 你有犯罪這樣一種心理情況之下 你要去求的一種救贖 這種心態之下呢 你慢慢的跟外界披露更多的一些消息 否則的話這些信息 你外界也看不到啊 所以說很多人在多少年 談到這個事情上去強調 他在幫助蘇聯轉型啊 從那個公開化啊透明化 最後轉型中的一個作用啊 這是一個反思 好的謝謝陳小平先生 我們的方法 這個反思也是很沉重的 我覺得這840萬人最後受到影響 1.5是15點幾萬平方公里內 整個這個土地被被污染 我覺得這是很 也是很恐怖的一現象 我在這兒的感想就想到什麼 現在中國呢是 也是一個核能 擁有最大的一個國家 而且特別是當年那個海啸 日本海啸發生這個 核能戰發生事故以後 我一直對這個問題呢 對中國擁有核能 一直非常有擔心 剛我們講到里根總統訪問啊 里根總統還當時訪問的時候 也是第一次把核能幫助中國 建設核能事業 後來法國也介入 這個建入進來以後 到底中國的這種 它的管理情況會怎麼樣 會不會有當年蘇聯的那種失誤 而且像日本如此管理 如此嚴密的這種情況下 會發生這個海啸大的地震 或者這個海啸的發生 造成這麼大的災難 但願中國現在在核能的發展上面 不要出類似的錯誤 因為我每次看到現在 中國要到其他的國家 去幫助其他國家 建立這個核能設備的時候 我都有點心驚歹 好的 謝謝兩位嘉賓 我們今天大新聞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謝謝大士小平的出獎人 陳小平先生參加我們的節目 謝謝您 謝謝我們 謝謝資深媒體人 作者 這個作家也是記者 黃鋒崗先生參加節目 謝謝您 謝謝劉平 謝謝各位觀眾 我們也謝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同時呢也請大家 這個對我們的節目提供您的高見 提出批評指教 然後呢也對我們的訂閱 或者是予以點贊轉發 節目到此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會 謝謝大家 我一直有一個念想 這個念想就是 怎麼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 就是把他們的思維 把他們的價值觀 能夠更好地呈現出來 而這個呈現 不是像社交媒體 現在是這樣的 雜亂不張 所以怎麼建立一個 建不論壮事 弄自由 這麼一種寬度 同時呢 又讓他們的思想和的品質 能夠得到一個保障 這就是我建明鏡電視平台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起點 想有一個思想觀點交流的 這個集散地 這些人才的思想得以表達 這些人的知名度 也因此得以增加 一個新的電視台 叫明鏡大家台 這個大家台 就是要大家來參與 一起來建設這個明鏡 那我們現在 準備有這麼一點 新的開始